第五节怨音不知过了多久,在我睡得正嗨时,忽然感到一股,阴气扑面而来,下意识地睁开眼睛,发现戴鱼正站在床边,我二话不说,马上起床穿衣服,因为我知道,如果赖床,戴鱼一定会给我好看,实时误者为俊杰,戴鱼满意地说道,今天给你带来的沙袋,每个十公斤中,你的任务,就是绑着沙袋跑五公里, 跑不完,就不准吃早餐,也不准上学,女侠,有没有搞错,让我带着四十斤的沙袋跑五公里,你不想去,想,我赶忙点头哈腰的回答,如果把她惹生气了,后果一定很严重,很严重,不过带着四十斤的沙袋跑五公里,这他妈是想累死啥小子啊,一小时零二十分钟,终于完成了任务, 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胸腔火热,仿佛快要吐血了,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,粘在身上很难受,双腿麻木,仿佛不是自己的,连动都懒得动,连滚带爬上了楼梯,直接栽倒在床上,戴鱼站在旁边说道,你毅力还不错, 其实,我并不是想故意折磨你,而是你入门太稳,身体基础太差,必须快点让你的体质增强,否则是无法休息倒数的,我累得说不出话,哼哼了两声,待遇无声无息地离开了,老妈叫我吃早饭的时候,我没吃,而是拿着一包饼干,有气无力地出了门,自行车昨晚车胎被扎,还没去休,所以今天不能骑了, 只能打车去学校,晃晃悠悠地进了校园,再一次万众瞩目,我早已习惯,被人迷恋和崇拜,不顾他们爱慕和嫉妒的目光,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班级,小慧还没来,我直接趴在了桌子上,闷头大睡,早晨体力消耗得太多,现在已经完全没精神再去听课了,迷迷糊糊中,小慧叫了我两次,我哼哼唧唧地回了他两句,他见我实在不起来, 也就不再叫我,直到中午放学的时候,小慧把我摇醒,张小龙,你怎么又睡觉,这样是不行的,还有,剑饼放在你的桌堂里了,我从桌堂里拿出剑饼,塞进书包,然后拎着书包和小慧,一起走出了校园,回到家中,吃过午饭,我决定今天下午,就帮小慧解决麻烦, 不过目前,我对道法,根本就一窍不通,好在有牛眼泪和成影剑,牛眼泪可以让我见到鬼魂,成影剑是什么古代十大名剑,昨天女侠也说了,这东西,是驱邪的神兵力气, 所以,虽然有些胆怯,但神兵在手,还是给我增加了一些勇气,我将玻璃瓶装的牛眼泪塞进书包里,成影剑也留在书包中,从钱包中拿出了我的全部存款, 两百五十块钱,早早地就出了家门,跟老妈说,我要去书店买书,到了书店后,我买了一本繁体字字典,由于牛门历代将记载全是用繁体字写的,所以,我必须买一本繁体字字典,才能看得懂,下午,进班级的时候,小慧还没来,班级里也没多少人,我将牛眼泪从包里取出,用手指,站了一点,擦在眼睛上, 带鱼说过,每次涂抹牛眼泪,有效时间为一小时,将牛眼泪放进桌堂,我环顾班级,并没有发现什么鬼怪,正当我琢磨为什么的时候,一个男孩坐在了我旁边,略带嚣张和嘲笑地说道,笑话,今天来得挺早啊,这个男孩叫下超然,身高一七五左右,有俄罗斯血统,头发发黄,蓝眼睛,脸上带着傲气, 仿佛觉得高人一等似的,他的确有嚣张的本钱,长得帅,学习好,家有钱,他家里是做企业的,据说资产过一,我和他从来都没什么交往,甚至都没说过话,于是,我也不嫌不淡地说道,原来是学习委员啊,有什么指教,也没什么, 就是警告你一下,别和周慧青走得那么近,否则,我就给你好看,这个城市里,每天出车祸的几率都很大嘛,所以张小龙同学,作为走独生的你,上学和放学的路上,一定要小心啊,说完,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起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, 同时,也有一群老娘们而围了上去,毕竟夏超然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,听着夏超然的威胁,我暗暗捏了捏拳头,不过,他说的也对,凭他家的势力,想要伪造一起车祸,实在太简单了,而我不是冲动的人,知道什么人惹得起,什么人惹不起,如果今天得罪了他,或许以后,连我父母都会受到牵连, 但是他又在打小慧的主意,说实话,看到小慧女大十八遍,我也喜欢小慧,再加上小时候的那次误会,我们的关系很微妙,夏超然是个花花公子,说不定玩玩小慧,就会把他一脚踢开,而我又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,看来,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道术上了,我此刻立志,一定要学好道术,从今天起,将待遇给我的任务,超额, 完成,他让我跑五公里,我就跑个十公里,为了自己,为了父母,为了小慧,最后才为了阴阳两届的和平,不一回二,小慧来了,我目光看向小慧的时候,发现他额头有很多黑气环绕,应该是擦了牛眼泪的缘故,因为正常情况下,我要很仔细才能看到一丝,若有若无的黑气,牛眼泪果然是好东西,不知不觉间,我对道术的黑气, 术的威力,更加深信不疑,和小慧闲聊着以前村子里的事,直到上课铃响起,小慧说道,小龙,你要好好学习,叔叔阿姨,会很高兴的,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,尽管问我,我随意答应了几声,不再打扰小慧听课,自己无聊地盯着课本,在课本上乱画了起来,画得正是符咒大全第一页的符咒, 昨晚看了几分钟,倒也记住了这玩一儿的画法,只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用,整整一下午,我看着时间度过,每个一小时,就往眼睛上,擦一些牛眼泪,可是却并没有感觉到阴风,也没看到什么鬼怪接近,唯一接近的就是下超然,用研究练习题的借口,贴近小慧, 还眯着眼睛不善地扫了我一眼,到了晚上放学的时候,我依然提出送小慧回家,她也没有拒绝,至于下超然,她是助校生,不可以随意出校门的,今天没起了篮子一千两百五十八,所以,我和小慧,慢慢散步,只是在路上,我发现了几个面目苍白,飘来飘去的鬼,于是,我也面色苍白,连说话的语气,都有些不自然起来, 小慧问我哪里不舒服,我胡乱编了个借口说大姨夫来了,来到小慧家楼下的时候,一股阴风出现,只见一个满身血迹的婴儿,从单元门穿门而出,单元门是锁着的,这个满身是血的婴儿,是飘出来的,而且,直接就趴在了小慧的后背上,小慧哆嗦了一下,小声嘀咕道,好冷,然后看向我,笑了一下说道,谢谢你送我回家, 我牙关有些打颤,心说小慧果然是被鬼缠住了,麻痹的那小鬼尝得太寒沉了,我忍着恐惧,不去看那个小鬼,强笑了一下,从书包里,拿出成影剑的剑柄,递给小慧道,小慧,麻烦你,再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剑柄,明天还给我,我刚取出剑柄的时候, 那个小鬼便不安了起来,瞪着通红的眼珠子,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剑柄,仿佛很是忌惮,小慧接过剑柄,只见一道黄光,瞬间将小慧身体笼罩,那个小鬼惨嚎,被黄光弹飞了出去, 有效,这种镜头以前,只在电影里看过,没想到,如今本掌门也有了这种手段,哇哈哈哈哈,心中的恐惧渐渐退去,我对小慧说道,好了小慧,你回去吧,好好为我保管剑柄,千万别弄丢了,小慧回家之后,我也得意地向自己家走去,可是走着走着,却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,差点没当场给我吓尿了, 那小鬼正在跟踪我,一直飘在我身后五米左右的位置,而且,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,就是我已经走了十多分钟,但却一直在某路灯下面转悠,这路灯上,贴着各式各样的小广告,什么老中医专制性病,什么批发印度神游,还有半正的,最让我记忆深刻的,就是路灯绑着个破步,随风飘来飘去,我已经在这里转悠很久了, 按理说应该早就到公路了,难道说是传说中的鬼打墙,想到这里,我差点没吓死,他大爷的,本掌门刚开始学习这一行,别刚上来就给我玩这么高难度的刑部,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心说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, 既然打不过小鬼,那就只能用装逼了,我猛然转身,对小鬼力喝道,误那小鬼,本道长有心,放你一马,你却不知好歹,难道真要本道长出手将你打得行神俱灭? 阿弥陀佛,哈利路亚,急急如律令,小鬼还真被我唬住了,飘在那里一动不动,但紧接着,他眼中红光一闪, 向我扑了过来,我当场就握了一个槽,来不及多想,撒腿就跑,但跑着跑着,只觉一股阴气,进入身体,就好像冬天光着膀子,站在雪地里一样,让我不停地打颤,不停奔跑,不停奔跑,也不知怎么地就跑到了公路,我赶忙拦了个计程车,坐在车上不住发抖,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冷,回到家中, 我从柜子中翻出羽绒服,老爹问我怎么了,我说了,他摸了一下我的额头,惊呼一声好热,拿出体温计一试,发现我都烧到39度了,老爹老妈忙活着要把我送到医院,而此时,黛玉小姐出现了,当然,老爹和老妈是看不见她的, 黛玉淡淡地说了一句,阴气清体,只要收走你体内的阴气,就没事了,我晚些来找你,说着,黛玉手按在我脑袋上,五秒钟后,我觉得全身舒爽,再也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,真不愧是女侠啊,我心中感叹一声,对老爹说道,老李,别那么紧张, 说不定是体温计坏了,我现在觉得好多了,没有刚才那么冷了,不信你摸摸,老爹老妈又摸了一阵,试了是体温,36度五,我说,这是虚惊异常啊,赶紧吃饭吧,我都快饿扁了